我真的是來自中國台灣 我的講話是有一點點機車 但是我希望大家格局大一些 中國台灣也屬於中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台灣大選剩下沒幾天了 那趙少康公開跟中共喊話 希望選前一週 中共不要派軍機老台 對吧 幾乎就在今天 被我們國軍發現了 中共派出了九架次的戰機 跟四艘戰艦 在台灣附近活動 而三個偵察氣球 越過所謂的中線 對吧 那國民黨還自稱是帶來所謂的和平 你喊話怎麼沒有用呢 而中共在這幾年一直在佈局 把所謂的抗中保台跟抗共保台 把它打造成一個 只要喊這個話的人呢 就是不會做事因為只會喊口號 這也是中共一直在做的目的 而看來啊 中共成功了 把抗中保台跟抗共保台污名化 變成一個是小丑才會說的話 恭喜你中共的資訊戰 非常的成功啊 我想要問信這句話的台灣人 請問中共沒有對台要統治嗎 中共沒有要對台動武嗎 中共的目標從來都不是想要打台灣 或是收復台灣 不是嗎 這句話是不是事實呢 我相信你自己心照不宣 中共對歐美國家都滲透的那麼嚴重了 每個國家的民主議員 或是什麼縣市長 有些都收錢 已經證據確鑿了 他想要拿了台灣 他不會滲透 他沒有在做這些 這些活動跟這些事情嗎 再說一次啊 打不打的關鍵在中共的腎上 而防止聖上出兵的關鍵 不是下跪 不是跪求和平 奢望中共慈悲 寬容 是盟友越來越多 是武器越來越多 是中共打台灣的成本過高 付出的代價超高了 要搞清楚這一點啊 而這點 趙薩康自己在節目上也有講過 中共打台灣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你也知道你也清楚這件事情對吧 而中共主要的目標是佔領台灣 你越是軟弱 跟中共越走越近 西方國家就不敢跟台灣交好了 那武器也越來越不可能賣你 你就真的拿哨把去應戰 對比一下國民黨 時代跟民進黨時代的武器 國民黨還是真的拿哨把 中共不會因為你的下跪 就不統一我們台灣 不可能啊 不然他這70幾年在哭嗎 他在幹嘛 所以你要避免戰爭最好的辦法就是 讓他知道我也是有在 跟上你的軍事步伐 你一直在提高你的軍事攻台 對吧 我也在提高我的 讓你攻台的這個代價 會付出的越來越大 而他們不僅要付出軍事上的代價 經濟上的代價 總是說鎖倒戰略對吧 你鎖倒你中共死更快 你看現在外商脫鉤 中國經濟啊什麼進出口 嚴重下降 中國經濟就 已經吃不消了 你的內需也搞不起來 之前影片我分析過 中國跟台灣還有美國內需的這個對比 我講難聽一點 很多投降派總是說 不會為了所謂的台獨 或是什麼台派 才是 民進黨而去戰 這完全就是搞笑 今天即便是國民黨執政 或是民眾黨執政中共打來 我對我自認是台派的 我還是會去保護我的家園 不是因為 執政黨是國民黨民進黨或是民眾黨 我是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不想被中共統治的人 以及我的後代 所以這些投降派你不要拿民進黨或是台獨說是 你就是俗辣 你就是丟臉不敢承認而已 今天國民黨或是民眾黨執政 打來我相信你 也會投降 你俗辣承認不丟臉 丟臉的是你不敢承認 你找藉口 那我想問如果今天國民黨執政 持續弱化台灣 來不到歐美的武器 自主研發武器也停滯 兵役更短 這個時候我們毫無防備 能力對吧 那中共打來這個時候 你們拿什麼抵抗 中華民國國旗嗎 在你們的認知下 你們也知道 民進黨買了很多很多的武器 對吧 這個武器也是比國民黨實在多 所以你們會說民進黨亂花錢 對 在這個武器更多 而且比國民黨更先進的武器 你認為都抵抗不了中共的入侵了 那更何況是給國民黨執政 你已經丟過大陸的領土 你已經丟過 中華民國九十幾%的領土 這是事實 你退守到台灣 在經歷古零頭戰役之後 中共發現 當時的他沒有渡海能力拿下台灣 美國也協防台灣 這個才叫嚇阻中共 對吧 但中共放棄 任何的 機會拿台灣了嗎 他放棄過嗎 中共的火箭軍部隊啊 昨天被彭博引述的 美方情報 說什麼呢 中國一些導彈 注滿了水 而不是燃料 一些導彈發射機 甚至都打不開 也不會正常運作 你看解放軍貪腐的非常嚴重 當然啦 全世界的軍隊都有貪污啦 連民主國家的這個軍事預算 都可能會出現貪污了 更何況是 沒有司法獨立 更不透明沒有民主的中共呢 當然你們可以說 我不相信美國的情報 或是我不相信彭博社 但我們可以從 以前跟大家分析過的真實案例來看嘛 事實啊 去年7月開始中共火箭軍大洗牌對不對 政府司令被消失 這也是事實對吧 到後來 中國新任的外長 秦剛被消失 這也是事實啊 再來中共國防部長 也被消失了 這也是事實對吧 而這些有什麼關聯呢 包含美國這次情報的報導 我們可以從側面得知這個消息嗎 當然美國情報 不可能說 中共某某某高層 跟我講的這些 那下一個被消失的 又可能是他了 而身上投入了數十億二十億美金啊 要敢在2027年完成中共現代化軍隊 其中核心目標就是火箭軍 這個我去年也都講過了 這個對入侵台灣是非常關鍵的軍隊 所以我想問一下 未來給國民黨執政會改變 身上對台灣的入侵嗎 會嗎 當然不會啊 而且會入侵的更快 因為買不到歐美的武器 因為歐美國家 不信任你國民黨 反正你也會被拿下來 那你會不會順便把我這些 美國的武器啊 裡面的東西 全部再送給中國去研究呢 國民黨到現在 只在意那些需要我們金援的小島國 那些 小邦交國 對這些小邦交國 他們可能固然重要 但我覺得這些遠遠都比不上 一個美國賣我們武器 也比不上日本 公開的說一句話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這些國家對中共 是有威嚇力的 現在美國日本韓國東南亞一些 國家都在提高國防預算 事實上網查這都查得到 那是為了防誰 防誰嘛 你看這些 所謂提高軍事預算的國家 都是跟誰為伍同盟 跟中國 那你又批評 這個時候啊 有一些人又在批評 身為中共最大目標的 我們自己台灣 我們的政府 我們國防預算是浪費錢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呢 連不是中共目標的都在提高軍事預算 因為他們戰爭來他們會被波及 更晃 我們是士主 你們這些投降派我希望你們的孩子以後都被霸凌 都被鐵拳 被鐵拳的時候 你的孩子去找求助的時候 你就說你找求助啊 那些求助你的朋友在害你啦 他們就是要把你推向戰爭啦 對你就給我講這句話 我們來看一下1140年 金國南下打宋國 宋高中跟秦懷決定彈劾對吧 所以連下了12道金牌 讓這個岳飛撤軍 隨後罷免岳飛跟韓世忠 這些人的兵權 隔年1141年啊 宋國跟金國簽訂了 哨心合意 這個哨心合意是什麼呢 宋國稱臣 奉金為正朔 什麼叫做正朔呢 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中原則啊 宋國名義上是一國兩制下金國的臣子 他的附屬 他也不能在金國皇帝面前自稱 我也是皇帝不難 就像什麼呢 中共說我們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就一樣的概念 香港的特首 1142年啊 除死了岳飛 韓世忠 等人也就此 不敢再問朝政 確實 從除死岳飛之後 1142年到1161年有短暫的將近20年的和平 對吧 但不好意思 就在20年後 金國的皇族鬥爭 完顏亮在 誓殺 金西宗之後呢 撕毀了跟宋國的和平條約 幾乎以全國之力入侵南宋啊 這時的南宋沒有 可用之降財啊 比起中興是這樣來說差遠了 對吧 宋國更沒有在培育新人 這個時候都重用起什麼過去六千年 70歲暴病的老將去上戰場 這個時候發生了兩件事 讓宋國沒有足以被滅亡 第一件事情 那軍民團結 反而是地方那種小官小軍民團結起來 看到金人 在騷殺掳掠 看到金人要國破家亡我了 越來越團結 看到這個戰爭的情況下在眼皮子底下 團結起來了 這個投降派人數是越來越少 第二 金國又發生了內亂 剛即位的這個金國皇帝完顏亮馬 他被貶為藩王 那完顏亮的堂帝啊 曹國公啊 完顏雍啊 他在遼陽 宣佈自己是下一個皇帝 金世忠 隨後完顏亮 被自己帶的兵給S 這才啊宣佈南宋入侵告一段落 戰爭結束之後 宋國皇帝宋高宗退位 傳位給他的這個親戚的指示 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之後立刻為岳飛平反 和肅清 勤快的 余打 宣佈對金國北伐 我只能說啊 簽合併條約的前提之下是誰也吃不掉誰 但如果你因為簽了這個合約啊 怠惰不持續提升 這個敵我意識 不持續支持國防 那等對手這個麻痹你之後啊 你因為你自我感覺良好嘛 覺得簽了這個條約之後 對方不會入侵我 結果對方還是想吃掉了 因為他跟你簽合約的時候 他在茁壯自己 等到你真的被麻痹的時候 你被吃下的機率 是不是絕對會比 你沒有簽約來的更大 那要知道 秦快等黨羽的理念是投降派 他們不是組合派 組合派 是 另有其人 你看這個岳飛 他是這個主戰派 中間還有一個組合派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岳飛是什麼組合派 他不是啊 相對來說 組合派的人也曾經罵過秦快 雖然我們組合 不想動武 但你這純粹是投降 該打的時候還是得打 但秦快是說我連打都不想打 所以想問一下這個 這個投降派的台灣人啊跟這個挺空的台灣人 你們的偶像是秦快嗎 你們肯定 鄙視岳飛對吧 不好意思 1945年之後就是中華民國 不管是 佔領不管是 所謂的這個收復也不管是所謂的 代管台灣 這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是一個事實 45年到49年又發生了中華民國跟共產黨的 這個戰爭 那中華民國的領土現在 他 所謂的代管的地方要是他佔領的地方要 隨便 台澎金馬按照中國大一統的邏輯就是要消滅錢草 沒辦法 我們的貢業 就已經來了 我們必須得面對這個事實啊 好啦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些暖心的 小粉紅影片 小朋友 你是哪裡來的 是台灣 你來荷爾賓是幹嘛的啦 來荷爾賓是 旅遊的 荷爾賓都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呀 荷爾賓都有必須的大世界 中央大街 所以我們要救草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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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真的是來自中國台灣耶 我的講話是有一點點機車 我的那個 雙眼皮是嘎的 我的美瞳是假的 然後雅脂是卡的 眉毛呢是紋的 所以看起來 長相有一些些東北 但是我希望大家格局大一些 中國台灣也屬於中國 耶 我以為聽不到話中的苦啊 我只能說你作為一個東北人 你非常可憐 你們以前有自己的一個國家 叫做 後來是什麼 後京 也是後來的大清 後來也有 所謂的滿洲國 你們現在被這個 和本位的統治 然後 背叛祖宗 數點忘 說的是你們 滿文看不懂 滿文不存在了 也不會寫 你們的文化已經消失了 對吧 然後還想要讓台灣 再被你消失 再被你現在這個 正在佔領你的人消失 厲害 厲害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下次見拜 來吧